近平在那一会儿 包括到现在为止 他就不知道他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他现在还没有认识到 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 他以为他跟所谓他之前觉得 跟西方有钱的勾兑 所谓的蓝金黄 有人家的那种黑材料 就可以掌控人家控制人家 真的不是的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中共整个蓝金黄 包括之前的江家 就是上海帮 王岐山这些人玩的这一套 为什么王岐山这些人 要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还有钱全部放到美国 放了欧洲 放了VS 为什么呢 这按照以前来讲 要自治就要人治 要取得国际所谓的这些 真正的掌握着这个世界的 政治力量的一个认可 人家才100%跟你就说 我们可以来在一起 所谓的利益共同体一下 但习近平全都没有 那你习近平一上来 你就看着要抄人家家什么样子 你后院 你自己的敌人还没干完呢 你党内的那个 对你的最大的那个什么 没有干嘛呀 你只有先把你党内先那个的 你清党也没清到 自己真正的敌人 全都清了估计都是一些 我们说的现在清的那种 边边角角 没有修到核心 这我们也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这么多年出访以来 我们从中国 就是中国国 我们知道了 很多个名词的转化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从韭菜 对吧 韭菜怎么来的 大家说 这是习近平 大撒币 因为他一出访 就一撒币 就来个大撒币 好了 大撒币撒得差不多了 现在是成了国内 要干嘛呢 现在叫人框 巨变是多么的可怕呀 习近平他对自己真正敌人 就是南普罗计划的执行者 决策者 他还没有处理完 对不对 因为当时在党内 军内 大家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习近平绝对是江家 王家 朱家 曾家 孟家 一个百分之百玩弄的工具